李静蕾再发长文控王力宏带三男闯屋 吓哭孩子 列八点回击 我有报警 王力宏与李静蕾的离婚风暴 原本在王力宏的道歉及战退演语圈之下落下帷幕 没想到沉默三周的李静蕾昨晚再发长文 他指控王力宏解隔离出关后 带着三名外人回家强行看小孩 让他和孩子遭受人生安全问题和精神虐待 弄批王力宏 原来台面上的道歉不是真的道歉 只是用来暂时平行舆论 和让我愿意点到为止既往不救的手段 李静蕾的长文中提到王力宏虽然有告知 会带两位男性工作人员一同前来 但自己已经明确拒绝 并告诉王力宏 我一个女生和三个孩子在家里 你带两位男性来 我会觉得有安全的疑虑 我希望我们能暂时抛开各自的心情 以孩子为重 他跟痛批王力宏打算拿钥匙要直接闯进来 并且一直用力摇门 幸好有所门 忽然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而且目睹了这一切的孩子们都吓哭了 自己也是手一直发抖到晚上都停不下来 直呼王力宏 你明明知道会造成在孩子面前有正面冲突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对于李静蕾的指控 王力宏表示 他带了一位助理 一位在红生工作11年的伙伴 另外一位神秘的第三人 则是拼估的贴身保全 至于撞门把小孩吓哭 王力宏表示是因为听到孩子热情欢呼 所以才敲门回应 绝对没有所谓应充的情况 而王力宏的经纪公司也向李静蕾喊话 如果我有证据请直接提告 让司法解决问题 据了解王力宏是在律师的建议下 要他不要单独回吴江探视小孩 最好有第三者陪伴 结果就在王力宏回应后没多久 雷神就再度出锤 提出八点声明反击 结婚才八年 竟然会有一个十二年的夫妻生活助理 大家都知道那是你的私人助理 受你雇佣 长期提命于你 对你为命失从的男子 如果正如我所说 是否应该报警 我有报警 请说清楚哪一个部分是想象的 我提供证据佐证 我一直不只是欢迎 还不断请求你看孩子 想看孩子 为什么要违反协议中 明定看孩子的条约 所有的来访人员 必须经过双方明估同意 为什么未经同意要硬创 为什么无论事前或现场沟通 都要隐瞒第三人的存在 没报道小孩十分难过 你原本自由可以选的时候 你自己规划农历年 才愿意安排回来看孩子 哪一位律师会建议你违反协议 带着未经同意的三个男人 其中一位还是我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 来看孩子 还要求要把监控 我想不通监控会有可能录到什么 会比你现在的行径更可怕 如果需要证人 一位就够了 而且可以找一位双方都能同意 孩子也舒服自在的人选 为什么要在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带那么多人硬闯 我会透过司法 但透过司法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和花费很多的钱及精力 来不及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也无法及时阻止 你让我每天筋疲力尽的一切所为 如果你同意 我就po证据 原本想说不要这么不堪 毕竟包含很多隐私 也不知道什么需要遮蔽 什么不需要遮蔽 另外8E2的妹妹Yumi 现前工作室公开曾喊话李金蕾 指她要了警方联系方式 到现在已经过了21天 但警方迟迟没有等到她的联络 对此李金蕾提供了一段影片表示 自己原本以为 拜托工作室的讯息可能埋没在1512万封新讯息里 但搜寻后却搜不到 事实上自己也是苦等了21天 都没有等到对方提供任何讯息 而拜托工作室也立即在做回应 附上他们传送私讯给李金蕾的影片佐证 指控李金蕾撒谎 批他难道人不在内地 就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让这件事情变成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 message likelihood不如